大家好,我是十一玉兰 欢迎您收看3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113年春季国商季 摇季黄陵大典27号的上午是由县长许正卫担任主继 率领了县政府局处首长、军政将领、机关团体等代表 分别在花莲市中列祠以及吉安乡军人中林祠之祭 面怀他们对国家贡献与牺牲奉献 花莲县府113年春季国商季摇季黄陵大典 27日上午分别在花莲市中列祠和吉安乡军人中林祠来举行 由县长徐称为担任主机关 率领县府局处首长、军政将领、机关团体等代表致祭 表达对王顾荣民与公允将士英灵之尊崇与无尽哀思 仪式庄重肃目 典礼中邀请民一国小及华联高尚管乐队演奏国歌 为中严肃目的拜电带来怀旧柔情思念 在3297年节前夕 徐政卫感谢所有国军英雄为国家无私的奉献 在国防及各项救援工作上尽心尽力付出 对其至上最高敬意 现场也致政相亲一份金美悠游卡 感谢相亲出席与祭 共同来向荣民先烈致敬 也敬祝所有国军弟兄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记者蒋邦彦 徐立晴大华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